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有什么生活上的困苦和不觉的地方 欢迎给我们留言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变得更好 在美国马萨诸塞州 康科德城的瓦尔登湖边 曾有个人搭起一座木屋 过起了自给自足的生活 如果今天身边某个人突然跑到深山老林 你一定不会理解 在当时情况也是一样 然而多年以后 我们似乎对梭罗 对他的选择能有另一层的理解 他在此期间写下的瓦尔登湖 成了全人类的精神财富 这本书教会我们 最好的生活状态 是物质上简朴至极 精神上风盈充实 物质简朴过得不累 在北欧国家 放眼望去 没有高楼大厦 人们穿着朴素 开着旧车 吃着简单的食物 晚上七点以后 街上静悄悄的 少有灯红酒绿 更没有奢华的消费刺激人的神经 人们都在自己家里陪伴家人 瑞典有句老话说 钱可以储存 而时间不能储存 你怎么花时间 就决定了你一生的生活质量 我们的生活总是充满房子 车子 票子 而少有人关注于孩子 妻子 园子 其实我们要学会降低对物质不满的欲望 回归生活的简朴 回归安静的心灵温度 生活是过日子 过日子要的不是太多的物质 而是要多一点品质 在北欧 生活的简朴是一种习惯 饭不能不吃 但不必多吃 钱不能没有 但不必过多 当生活节奏特别快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该问问自己 到底什么才是幸福 我们所有马不停蹄的追求 又究竟为了什么 我们其实很简单 只是想让父母 伴侣 孩子过得好一点 有位作家说 物质生活一旦简单了 身边的一切也会清晰地水落石出 生活真的不用追求太多 工作之余多和家人在一起 一起做饭 做游戏 讲故事 享受阳光 露营 骑行带来的快乐 只有物质简朴了 生活才能简单 才不会感到疲累 才会幸福 精神风营 活得舒心 马卫都曾说 中国历朝历代都有鲜明的个性 人们的生活喜好也各不相同 他甚至形容魏晋时代 是精神上的奢靡 这个时代出现了很多文人 这些人都是风流倜傥的 他们对生活的态度 远不向深浅的汉代和深厚的隋唐 那个时代和现在很像 事物发展得太快 他们愿意慢下来 专注于内心世界 追求精神上的风营充实 比如顾凯之的绘画 王羲之的书法 刘邪的文学 更有山水诗人谢灵韵 放荡不羁竹林七弦 真正的隐世陶渊明 人总是在问 如何才能拥有丰富 而自由的精神世界 其实最有效的方法是 少关注物欲生涩 多接受艺术文化和诗意的熏陶 严格林说过 读书使女人产生一种情调 这种情调是独立于 她们形象之外而存在的美丽 对任何人来说都是这样 我们可以多读书 最好可以陪着孩子一起读 除了读书 还可以进行旅行 走过的旅途 遇过的人文 看过的风景 都会让人思维更开阔 性格更豁达 甚至可以看看电影 散散步 这都会收获心灵的平静 即使追求精神风盈 就是拥有一份 在生活之外的心境 做想做的事 平静 甜淡 你的精神世界 欲趋向风盈充实 你的生活便于简单 活得也于舒心 生活由心 自在安宁 作家林清玄曾说 人生不过就是这样 追求成为一个更好的 更具有精神和灵气的自己 年轻时 林清玄工作很卖力 第六年就当了总编辑 同时在报纸上 写18个专栏 主持节目 当电视公司的经理 还做了广播节目 林清玄时间 一时风头无两 成为大众眼中成功的人 他以为成功应该很快乐 但事实不是 因为每天从早到晚 要开七八个会 还要和很多不喜欢的人 约会 应酬 生命的时间和空间被挤压 很难静下来 也没了幽默和浪漫 对曾向往的东西 失去了兴趣 林清玄的选择 和哲学家梭罗一样 辞掉了所有工作 到山上去闭关 去清修和思考 三年后 他下山时路过一个水果摊 想买点水果 当时老板不在 便在边上等 这时有一个路人过来 问他水果怎么卖 将他误认为老板 这也许就是生命的境界吧 当今社会 也有许多成功的人 他们无论是走在路上 还是待在家里 身上永远贴着一个标签 我是大老板 我是学者 我是有钱人 我功成名就 殊不知 越有涵养 精神层次越高的人 往往越简单 越随和 就像《瓦尔登湖》中 写的那样 把一切不属于生命的内容 剔除得干净利落 简化成最基本的形式 简单 简单 再简单 生活中 人们总是为了金钱奔波 追逐 竞争 其实这样的人生匆忙 很累 我们何不也剃掉身上 太多拥育的东西 简简单单 生活朴实 精神风盈 追寻一份内心的自由和安宁 庄子天道中说 朴素 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 大到至简 生活最好的状态 也许就是物质上简朴 精神上风盈充实 一个人的精神层次越高 越懂得生命的真谛 所追求的 也越素于简 唯愿你生活安稳 拥有一颗宁静富足 单纯朴素的心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